我们都知道当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威权丧失了以后 中国将陷入一场动荡 而这个变革期哪里更安全 这个问题应该来说几年来讨论了无数遍 唯一我们想避开的就是北方 那这个北方为什么不行 在北方待的会怎么样 会死 为什么不行 很简单 南北方差距非常大 你从央视的收看率你就应该知道 收看率越高的地区 平均智商越低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不愿意思考 他们愿意按照惯性生活 他们把老子保养的很好 因为他们基本上不用 他们基础是什么 是四野 中共席卷天下的是四野 四野的基础是什么 是国军 四野据说有百万兵 百万四野下降了 席卷全国 那么从山东解放区 到其他地区支援的八路军有多少呢 十万人嘛 对吧 十万人怎么变成一百万呢 转化国军呢 东北的国军 除了在缅甸 打过日本鬼子的新一军 你想想 他的主体是什么 所谓的重兵集团 他的主体是什么 包括林彪在 东北发动的当地青年参军 你看看 主体到底是什么人 伪军嘛 对不对 中国是二战历史上 伪军超过日军的 就占领军没几个人 他们培养的这个 国民警卫部队 二线部队 所谓的伪军 要大于占领军 这个情况是非常罕见 那么东北人 连自己的家乡都保卫不了 因为 大清风雨 东北二百年 东北人是什么人呢 是吧 逃荒的嘛 他在本地 遭受到 这个 气象灾害 对吧 无论是这个洪水 还是干旱 找不着吃的了 土地兼并那么厉害 他也不敢反抗 他只能逃离自己的家园 闯关东 这是一群逃离自己家园的人 那么他们遇到强权的时候会怎么办 会反抗 是吧 遇到日本人呢 他们就跪了 日本因为 发动二战 他们把更多的青年 从农村 投向了军营 一封征召信 就当兵了 那农业生产是不是被耽误了 那日本人不要吃米吗 他也吃面 吃荞麦面 那东西你要不会搞的话 你都揉不成团 现在你要吃上一份 好的荞麦面 可能要去北海道 即便在东京 好的荞麦面馆 许多都是来自北海道的 那日本人派到东北的 农民 农业技术人员 干什么呢 搞啃植团 那今天你在东北 尤其在内蒙 你还能看到一些 专门供应日本市场的 荞麦面 就是日本人留下来 经过选种 育种筛选 得来的结果 除了你在本地 能吃到一点的话 其他的都出口了 那不谈荞麦面 谈大米吧 东北的大米 谁育得总 日本人嘛 对吧 其实大豆也是 最后呢 最后你看到 在东北 未经日本人许可 吃大米的 叫经济饭 你可想而知了 东北人在 唯满洲国时期 是跟着日本人 指挥帮转的 有鞭子 也有糖吃 听话的有糖吃 不听话的有鞭子 把你的头剁下来 是刀 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在高压下 产生了 东北的这种情况 可以说 来自东北的韦军 在全国范围内 在日战区 他的政治地位 是高于 南方的汉人 所以他杀你 参与屠杀 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东北作为一个 老工业区 作为前苏联 原件的重点 他们也认为 自己高人一等 你今天看看 遍布中国的石化企业 哪怕远在南州 你看看他的老底子 是不是来自 东北的技术工人 都是日本人在棍棒下 调教起来的 那你还认为 东北安全吗 东北人习惯上 他愿意服从于一个强权 反抗这个强权的 基本上 在南方 从白衣蓝度开始 直到今天 南方人 更愿意接触 现代文明 他们有一些 自己的思考 所以你在南方 你能得到更多的宽容 而在北方 他只服从于 他看得见 摸得着的强权 你还觉得 待在北方安全吗 只要中共 有足够的资源 他们就能维持 北方的运转 如果不能 他们会 组织北方人 南下去抢夺 所以你要不然 就被沉闷的 社会环境 所憋死 要不然 你就成为 未来中国 动乱中的一员 那你就变成运动员了 你不可能旁观吗 而在南方 你更多的机会是 蹭伏 浮于海 跑了 即便跑不掉 你有更多的国际关注 因为南方 更容易被国际社会 盯上 至于北方 爱死不死的 他要什么 你有什么值得 他关注的 而且北方 事实上 没几个人啊 你不要认为 中国北方 跟南方 可以对立 其实不是 没有南方 北方人 根本就养不活自己 他没有那么多资源 他只能抢夺 那抢夺的话 他就会征兵 你就会被迫加入 你有可能 组建的新的队伍 有可能你会赢 是吧 你会在抢夺的过程中 为私人装一点 传荷包你 送给自己的家人 也有可能呢 牺牲在 未来的动乱中 所有个人 还是不建议 停留在北方 因为他会 让你飞快地 度过你的一生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